及相关政策核实出台均无定论 今年50岁的宋阿伯是广州市第一批的参报人员 根据目前的制度缴够15年退休后就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他说如果要再多交几年他可不乐意 第一批到我们的乡下郡去了 那么现在连第一批都是没法保证 那我不知道将来以后还有什么可以保证的 记者走访发现年龄较大的市民基本反对延长养老金的缴费年限 但年轻一辈都表示无所谓